其实我第一次来杜拜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英国都移民了杜拜 他们是英国人,在英国工作都很好 其实我都很疑惑,个个都不肯回来 IG已经完全充满着那些很奢华的生活 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Elly伦敦看房日记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跳出英国去见识一下在杜拜的villa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对着哥尔夫球场 五房,五个套翅,再加厨房 厨房旁边还有一个工人房的别墅 如果大家想了解什么是Super Luxurious的话 就不要错过这个影片了 说到收租投资,其实有四种不同的房产项目 第一种就是楼价高,租金低 这些地方你考虑的投资性就一般 就像香港的楼盘一样 第二种就是高楼价高租金 就像我们伦敦的房产一样 楼价不是低,但租金回报率也不差 第三种就是楼价低,租金低的地方 但是这些地方就可能是一些未发展得很好的国家 第四种就是低楼价高租金的地方 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区 为什么会低楼价高租金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有超过八成的人都不是本地人 全部都是来这个地方打工拼搏 所以在租务市场的需求方面就非常之大 在杜拜三个位置是最值得大家投资的 第一就是最Super Luxury 中旅岛的重点位置 或者去的周边 其实那里都是Tech City和Media City 所以其实工作和生活都挺好的 那边就是杜拜的豪宅区 第二个位置就是Downtown Business Bay和Dowby Mall 就是中间位置 第三个值得大家考虑的选择 其实就是Villa 它们有一些外小小的 最远都是30分钟左右 一个大型的社区 那里面全部都是Villa 里面自己会有大量的陆化 其实杜拜是沙漠 如果不是海边 其实没有什么天然的环境 所以这种大型的Villa 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通常它们里面有超过30% 是陆化的位置 那当然还会有水 而且旁边也有生活配套 非常方便 基本上它们的概念是 你不需要离开你的院 你也有齐齐生活的配套 Entertainment 学校、医院、supermarket 所有这些完全齐全 重点它们的价钱也是非常划算的 我们现在身处就是Demax山庄 它里面全部都是Villa 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围着就是一些不同的 有些是独栋 有些是排屋 有些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一个独立屋 价钱来说 都是很实惠的 不过其实这种是比较贵的 它有一些比较入门版的 最便宜就是需要400万港币 但那些就是排屋 如果大家需要像我们身后这些五房的大宅的话 就要去到大概700万迪拉姆 迪拉姆如果要计算港币的话 比较容易地计算是大约2 你当成1400万左右 但里面真的很豪华 而这种的豪华程度 其实也不是遥不可及的 一进到门口的位置 这里大概可以泊两辆车 这里已经有一些少少Water Vitress 令到你更加有Villa的感觉 它的装修风格是有豪华路线的 里面也是够宽敞 一进门口你旁边就会有一个房间 这里首先放的设计就像一个Study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家的话 其实这间房子很合适合老人家住 因为它在地下 不需要走楼梯上去 而且它配备的洗手间是Shower 如果老人家要洗澡的话 大家都知道Shower是更方便 转出来 这里还有客厅的位置 先看看 这里就是厅 这边就是吃饭的位置 这个很棒 这么大桌子放到八座 这里周边还有很多位置 看出去外面是Golf Course 看不看得到? 好漂亮 对面都是一栋栋白色的 这么大地 这里是放了起码超过30%的绿化空间 所以你进来的感觉 完全不觉得你一个沙漠地带 非常放松 再出便是自己的Code 1为止 但我们跳进去厨房看看 就是厨房 原来是有工人房 已经久违了有这个功能 在英国的楼很少可会有这个 就是厨房转过来 会有工人房 如果有一个工人 就真的很棒 当然在杜拜当然会有工人 回来就是厨房的位置 完全空间都很大 正方形一个 你去备餐 煮食 然后这里有很多Storage的位置 好了 上楼上了 哇 好光啊 这里不是只是装个窗 而是装了一辣落地玻璃 整间屋我觉得最奢侈的 就是这个位置 上到一楼 你还会有一个 Family Meeting Area 另外一个很大的feature 是看下去这个位置 我自己都很喜欢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其实外面还会有一些树 后面还是Golf Course的一些湖泊位置 下一步就和大家看看 这里的四间房 四间房里面 都是有自己的洗手间 一间房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其实我都很难知道 哪一间叫做Principal Backroom 这边的衣柜这么大 那边还有三格衣柜 一边也可以看同样的景观 就是Golf Course 和对面的Villa的其他房子 另外一边还有两间房 这间和刚才那间 基本上是非常相似 里面也是一个Shower Room 这间房间的en suite 哇 这间好正啊 好大一间啊 这间房子 哇 自己有一个大平台 这里再看就是其他的Villa 好正啊 而且房子是特别大 不过我觉得也是第一间房 是比较上我会选择为一个主人房 因为那里的衣柜更厉害 多很多 这里就有三格衣柜 那装修的Quality 就没什么可以说的 也都不需要担心 他说基本你想到的 正常一个豪宅 会provide的 那这里都有的了 其实我第一次来杜拜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 在英国都移民了杜拜 其实很多都很疑惑 个个都不肯回来啊 又很开心啊 跟着那些IG 已经完全充满着那些很奢华的生活啊 他们又不停叫我们过来 快点度假 探望他们 然后来了几次之后 就发现我真的明白 为什么呢 那么多欧洲人呢 对于杜拜是这么有一个热诚 因为这边他们的赚钱 真的可以落到荷包的钱 是真的多很多 是多很多倍 那当然是税的原因 第二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他这边 天气比较好些 所以你在这里有 很有度假feel 那第三呢 就是这个房产真的便宜啊 如果以这样的Quality来说 其实就真的差一个挺遥远的距离 嫌疑问到一个地方 当然有很多考量 但如果純投资来说呢 这边如果你买一个400万的香港港元 即200万迪拉姆 一个这样的联牌别墅 其实它的借购率 可以高达10-12% 如果用来做一些Holiday Homes 例如Airbnb那些 甚至可以高达15% 那你十年内 你就已经可以完全回本 那当然先是说 基本收租的情况 还有就是 你将来买楼啊 遗产税啊 那些都是没有的 将来收租 income tax也是没有的 吸引很多 很多我们在英国的朋友 就搬来杜拜 飞过来其实也很舒服 大概六个小时就到了 接着我们又说一下 这边其实买楼是否容易 其实程序来说是很容易的 也不需要律师 是直接跟杜拜的土地局去登记 里面有4%房产的手续费 这个叫登记费 但随此而外 就没有印花税 其实杜拜现在对两种房屋种类 是最抢手的 第一种就是我现在身后这种 别墅山庄 它里面应有尽有 学校、超市、娱乐、生活配套、环境 全部都齐全 基本上你不用离开山庄 你都可以完全满足到你的生活的所需 这些就是别墅 有连牌、有半毒栋 或者是一间独立的大宅 另外一种最抢手 也最有价值的 就是去海边 波斯湾海边 其实大部分向北走 其实它都是沙漠 海边那些是最抢手 而它的media city 或者business area 都全部是海边的 所以最豪华 最豪宅的就是海边的公寓 通常都会有美景 永久产权 大发展商 价位当然会最贵 因为那边就是豪宅区 一房可能就会去到 大概700万港元左右 起跳 但是就真的非常豪华 你都知道市中心 有些apartment 是全球的明星都住的 他们可以扎格法拉里入屋的 那些都有 你真的享受那种豪华 不是普通豪宅 是真的去到顶尖富豪級 另外一个 我觉得收租最棒的 其中一个位置 就是business bay 是有河的 有creek 全部公司大部分都在那里 也是很浪漫的 也是在下方 对面就是dobai mall 也有我们的khalifa塔 它里面也是很高很美 我们也上过去 非常漂亮 上去最高148层都要1000元上去 但上去真的觉得很值 因为你真的了解 他们六年里面 怎样可以起到一个这么厉害的塔 而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提到它 如果你在那边 除了可以长租 就租给那边的working professional 因为在杜拜 有85%都是working professional 过来赚钱 赚钱 很多人打算在那里 赚完钱之后 回自己家乡退休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好可以用来做的 就是Airbnb 尤其是如果你买那些景 可以看到哈利法塔 你做Airbnb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一个这么知名的城市里面 有Airbnb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也是一个不错的小生意 那到底在setup方面 和在running方面 还有什么的洗费要特别注意呢 那第一先说setup 那你当然最好 就是去委托一些中介 帮你去做管理 那如果你自己都住在杜拜 那你自己管理都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委托的话 好像我刚才说 在你的租金收入里面 大概16-20% 那你听到好像很多 但其实实质上 因为它是短租 它的租金真是高 那所以你拉回来 其实都值得的 第二就是你怎么 可以将你的单位 变成一个Airbnb 基本上 这一条数都不是特别很小的 我们这边 他们来的人 总之你见到他们 出出入入都是很漂亮 然后你是来度假 他们对于这个单位 美不美 或者里面是否真的很豪华 来说 要求比较高一点 本身它的房子 交楼的时候 已经全部做好了装修 厨房、厕所 全部都有了 但是你要将它里面 再装潢 到可以变成一个 你是很吸眼球的Airbnb 大概你都要预 大概十万港元 每次设置 其实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因为你做完一次 你一段都很长的时间 不需要再花太多钱 去做一个装修 或者去添置家具 另外就是你做Airbnb 很正常你不会收 租客的水电煤 那些水电煤加管理费 也都是业主要去承担的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一下 在英国或者在杜拜 如何做Airbnb 都可以和我们联络了 听闻这个是全市中全世界最漂亮的一间Starbus 很兴奋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内水族館 Hello 我现在身处的是 整个杜拜最高的大楼 有些看大明星 譬如Tiger Woods Anthony Joshua Fighter那些 他们直接用直升机 直接送到总统套房的停机坪 但是不能做到 还要烦 再上颜色 如果是有限丶火 噜 指定了 看大楼 看大楼 他就将来 他也掌尾